这期继续讲穷小子第二百九十一篇讲的故事,这我知道,喜欢你说我也明白,江一山说的吧。 丁长生点点头,继续问道,江厅长,你认为北渊会一直这样下去吗? 江一山摇摇头,没说话,他心里没底,如果有人说北渊的天要变了,在半年之前,他是绝对不会相信的。 可是现在,这个苗头却是越来越明显了,这让他看到了希望。 虽然没有参与分赃,可是元氏地产的事他比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可是在丁长生的干预下,元氏地产居然奇迹般地度过了这一劫。 北元氏还神奇般地出了个文件,至少目前来看,元氏地产最危险的时候过去了。 何家胜为什么会对丁长生下手,这里面有些拿不上台面上来讲的事情。 那就是,何家胜确定了丁长生在背后捣鬼的事,一次次。 每次都让元氏地产在死亡的边缘挣扎着活过来,每一次他们都离利益触手可及。 可是被丁长生这么一搅和,元氏地产随着波浪慢慢地飘离了岸边。 这是何家胜不能容忍的,能忍到现在已经是不容易了。 就在不久前,四个宗纪委的侦察员应聘到了巨星公司,但是现在生不见人,死不见尸。 你该知道巨星公司是干啥的。 所以,他们的胆子已经大到了这个地步。 这不是炫耀他们的能力,这是自取灭亡。 所以,如果尽可能地,利用你的职务之便。 我想知道更多关于翁兰衣和巨星公司的内幕,我想,这一点你能做到。 丁长生说道。 丁主任,你这是在给我出难题啊。 江一山说道。 丁长生笑笑,说道。 这天下哪有什么秘密可言,对其他人来说,这可能是难题。 但是对于江厅长来说,这算不得难题。 再说了,现在每一分的投入,将来都会获得最大的回报。 因为你这个位置重要,得到的东西也重要。 有关方面和领导不是瞎子,有我丁长生在,不怕他们不认账。 江一山犹豫了一下,说道。 好吧,请丁主任放心,这是交给我,我尽力。 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。 江小辉是个有前途的孩子,好好培养,省长不会亏待他。 这才是江一山想听的话,文言郑重地点点头,江一山心里很明白,自己都到了这个年纪了。 再想往上爬,恐怕很高的位置也爬不上去了。 但是自己的儿子不同,他还年轻,可塑性也很强。 所以,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,因为他们没得选,只能是选择继续为众华效力。 从江家出门时,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,丁长生坐上车后,已在后座上。 晕晕呼呼地回到了办公室里,年前的很多事都要在自己走之前搞定。 他的去向只是小范围地传开了,还差一道程序,那就是在常委会上宣布这事。 所以,他要赶在这之前,尽量地做更多的事。 林涛上班后,第一件事去打扫丁长生的办公室,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丁长生躺在沙发上。 听到开门的声音,这才艰难地睁开了眼睛,看向林涛,然后又闭上了眼,想要继续睡。 对不起,我不知道您在睡觉。 林涛说道。 没事,你收拾吧,我再继续密会,上午还有事要做,待会我要是睡着了,叫我。 丁长生说道。 丁长生再也睡不着,只是躺在那里休息,林涛悄悄地把该收拾的都收拾完了,然后从自己的办公室里拿了一件盖毯,想给丁长生盖上,但是被他盖上的那一瞬间,丁长生握住了他的手。 照片和视频以后都不用再发了。 丁长生说道。 林涛摇摇头,说道,我要说都不是我发的你信吗? 丁长生一下子睁开了眼睛,看向他,问道,什么意思? 从一开始的几张是我发的,后来都是他发的,用我的手机发给你的。 林涛有些难为情地说道。 丁长生一下子愣住了,问道,怎么回事? 林涛把手抽了回去,坐在丁长生对面的沙发上,双手捂住脸,身体有些抽搐,好久才把手从脸上拿开,然后抽了几张纸巾,擦拭了一下自己的脸。 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带雨,也许是委屈,也许是无奈,反正一脸的不愉快。 到底是怎么回事? 丁长生也坐了起来,问道。 林涛叹口气,好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似的。 才说道,他就是个变态,在我和他好之前,我一点都不知道,但是现在也订婚了。 订婚后不久,就在双方家人的催促下领了证。 所以,我们就住到了一起,开始时我还没怎么觉得,后来他老实念叨一件事,真是难以启齿。 丁长生没问,既然他说得难以启齿,而且还承认那些视频和照片都是郎君之用他的手机发给自己看的,那这意味着什么? 心理健康的人谁会干这事?但是郎君之就能干出来这事,还真是让丁长生开了眼界。 可是却也让丁长生更加的警惕,这会不会是郎君之对自己的阴谋?这让他有些拿不准。 每次,他都会在我耳边说一些很过分的话,林涛说到这里,抬头看了一眼丁长生,立刻又低下了头。 丁长生虽然有些明白了,但是当面说出来,恐怕林涛也办不到。 于是他笑笑,说道,这么着吧,你回你的办公室,我上午还有点时间,你把这事发微信给我解释吧,这样面对面地聊这事,的确是挺尴尬的。 当然了,如果你不想说,也没关系,反正我也要走了,以后发微信说也方便,现在通信这么发达,不在这一时。 林涛点点头,起身要离开,丁长生让他把盖毯拿走了,自己洗了个脸,回到了办公椅上。 刚刚坐下,林涛的信息就发了过来。 丁长生看了几条,可能是林涛也嫌发文字信息说不明白,干脆给丁长生发了语音。 丁长生看看门口,戴上了蓝牙耳机,开始听林涛发来的解释语音,这一听不要紧,简直是颠覆了他的三观,很后悔没让林涛在这里当面讲出来。 所以,当丁长生听到一半,就打电话叫他过来,这些是远远没有当面讲清楚,更让人感到真实的了。 林涛到了丁长生的办公室后,丁长生指了直椅子,示意他坐下,于是他就坐在了他的对面。 你要是不说,我都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事,看来我的存在,让他误会你了。 现在好了,我要离开省城,以后他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,你们好好过日子,结婚的时候,别忘了给我发喜糖,我是一定要回来喝你们的喜酒的。 丁长生说道,林涛摇摇头,说道,我现在很后悔和他领证了,要是不领证的话,订婚了可以毁婚,不结婚就是了,但是现在要是毁婚,还要去民政局离婚,我很害怕后来会怎么样。 你说他这是不是一种病态? 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可能是吧,我以前还真是没听说过这种病,这算啥,心理疾病? 丁长生问道,要不要我和他谈谈这事? 林涛瞪大了眼睛,说道,千万不要,他要是知道了我把这件事的真相告诉你了。 我们以后怎么相处,那就是非得离婚不可了,我爸妈肯定会骂我的。 那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过下去,那你想过没有,现在他只是这样想想而已,可是将来要是付诸行动呢? 比如说,丁长生说道这里没再说下去,顿了一下。 林涛看向丁长生,等着他继续说下去。 什么?比如什么? 林涛见丁长生不说了,问道,除了我,还说过别人吗? 丁长生问道。 林涛点点头,说道,说过,他领导,骑士长。 丁长生说道,那你想过没有,他能把和你的视频发给我,那他会不会把这些视频和照片给他领导看? 林涛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圆,好像是看到了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,他不敢想象。 这要是真的,那他岂不是,虽然这些照片和视频都隐去了面目,可是接收者都知道这是谁。 忽然间,他想起来每次自己去见郎君芝,然后骑阵强看他的那种眼神,他一下子惊出了魂。 我现在也看不出来郎君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了,所以,在我走之前,我还是想去见见他。 怎么说,我也是到他爹的地盘上去上任,提前打个招呼也是必须的,免得他爹到时候欺负我,我要是把这事和他挑明了,说不定我们还能在某些事情上达成一致呢。 丁长生说道,我现在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,所以,我替你去试探试探,有些事揭开了反倒是很好说了,互相隐藏,很容易误实。 丁长生说道,于是当着林涛的面,丁长生给郎君芝打了个电话。 喂,郎秘书,中午有时间吗,找个地方请你吃饭,我的事你该听说了吧,要想我到你老爹的地盘上老实点,这顿饭你请我,否则的话,我会搅得梁城市鸡飞狗跳。 丁长生开玩笑道,丁主任,你开什么玩笑,好吧,我还从来没见过丁主任以这样的理由赖我一顿饭,地方你挑,吃什么你选,我请你,可以吧。 郎君质问道,好,那我定好了地方通知你。 丁长生说道,打完了电话,丁长生看向林涛,林涛的脸色有些发白,站起来,说道,也许这件事我不该告诉你,你可不可以不要和他去谈这事,我真的是感到很难为情。 要不然,你跟着一起去吧。 丁长生问道,林涛摇摇头,非常害怕,似得拒绝了。 等一下,我还没说完呢,坐下。 丁长生指了指椅子说道,还有事。 林涛问道,丁长生继续说道,我很好奇一件事,本来不想问的,但是既然我们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,我就直说吧, 要是这个问题你不想回答,也可以不回答,反正主动权都在你手里,我不强求,好吧。 很难说,还是不想说。 丁长生问道,林涛的身体抖了一下,但是却没有躲开,而是渐渐地放松了下来,他继续说道,我明白你的暗示,但是我更加害怕这是一个坑,狼军只给我挖的坑。 这我不知道,但是我现在是越来越看不起他,要不是我们都是这样的身份,我早就恼火了,哪有男人会干这事的。 丁长生笑笑眉之声,现在可谓是处处是坑,但是丁长生想不出来,他为什么会给自己挖坑? 他是市长秘书,自己是省政府办公厅主任,不搭改啊。 但是每件事的发生,必然有其产生的理由,所以,狼军只到底对自己有什么企图? 现在还真是不好说,今天见了面,还真是要好好聊聊。 林涛刚刚出去,就又走了进来,说道,组织不打电话让你过去一趟,看来这事是无法避免了。 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本来就是无法避免,更何况他们现在还很团结。 所以,所谓的民主集中制,目前来看,我们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了集中上,每个人都想把一个单位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的手里,所谓的民主,需要的时候走个行事,不需要的时候连屁都不是。 你也不要这么大火气了,反正事情都是这样了,还能怎么办,走一步看一步吧。 林涛说道,好吧,走一步看一步,这话本来是该我说的,这些年,我都是走一步看一步。 丁长生笑道,收拾了一下东西,开车出门去省委组织部。 来了北园这半年的时间,除了开会时见过组织部长耿杨生几年之外,其他的时间从来没打过招呼,本来以为在北园永远也不会和组织部门打交道。 有事还不是仲华一句话,可是现在看来,仲华的一句话明显是不好使,这个程序还是要走。 耿部长,找我有事? 丁长生迈进了耿杨生的办公室时,这个干巴老头正在抽烟,满屋子的烟气。 丁长生虽然也抽烟,但是抽的基本都是国内的烟,可是这耿杨生喜欢抽雪架,这个味道确实是大。 来来,哎呀,小丁主任,你可算是来我这里一趟,坐坐,喝茶还是喝其他的,我这里只有茶。 那就喝茶。 这不是屁话吗?当官的废话多是有名的,哪有那么多的正经事聊,废话过了,还显得亲切。 烟和茶都摆好了,耿杨生看向丁长生,问道,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里吗? 不知道,过年了,耿部长这是要向我们省厅要年礼吗? 我们省厅今年穷得很,连个送礼的都没有。 丁长生说道。 耿杨生笑笑,他不信丁长生不知道,何家胜把自己叫去,只说是走个程序。 其他的事都和仲华说好了,当然了,虽然自己听到的不是这么个结果,可是自己也懒得管。 你们说好就好,别让我为难。 省委和组织部经过研究,觉得你在省政府办公厅这个位置上大才小用了,所以。 所以,让我接替你干组织部部长。 这也该是中组部找我谈吧,哪有自己给自己找接班人的。 丁长生也遇到。 哈哈哈哈,都说丁主任风趣幽默,果然是,你听我说完再说。 耿杨生哈哈一笑,把丁长生这带刺的话就圆过去了。 梁承氏市长马上到点了,所以,想把你调到梁承氏担任市长,郎国庆书记也是位老书记了,急需新鲜力量补充进去,所以,你却是最合适的。 耿杨生说道,梁承氏,我没去过,不知道是什么情况,但是我想知道把我调到梁承氏这事。 到底是哪个王八蛋想出来的,他自己怎么不去?我来北原半年,一个单位屁股还没坐热呢,就把我踢走。 丁长生问道,耿杨生见过刺头,可是像丁长生这么敢说的刺头,还真是第一次见到。 为了避免,他在大放厥词,赶紧给他递了一只雪架。 古巴的,我儿子去古巴旅游给我买的,味道还行,尝尝。 耿杨生说着,还要给丁长生点烟,丁长生坦然受制。 现在北原不太平,你去梁承躲躲也可以,现在都认为你搅乱了北原的局势,但是这北原什么时候安分过,所以,该让路的时候就得让路,退一步海阔天空吗? 耿杨生说道,丁长生摇摇头,说道,耿部长,我不是骂你,你汇报的时候可以实话实说。 有本事把我开除了,梁承逝,不去,给书记干也不去,我就在省城。 老子在国外过习惯了好日子,梁承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,老子不去,他爱咋咋地。 耿杨生没想到,丁长生是这个态度,既然何家胜说了,是程序,那就是程序。 所以也不计较丁长生是什么态度,自己的程序走完了,剩下的事,自己不管了。 耿杨生笑笑,接着说道,我在这里干了十年的组织部长了,下一届肯定要离开这里,去向不明,但是关于北园这个地方,我还是很有感情的,但是有个诀窍,你想不想听? 丁长生听他这么说,问道,什么诀窍?怎么说呢,最初的一年,我还能举荐个干部,他们也满意,但是不到一年,我举荐的干部,基本都会落选,后来呢,我举荐的干部都会当选,你知道为什么吗? 耿杨生问道,丁长生摇摇头,耿杨生说道,一开始,他们是给我个面子,毕竟是新来的。 后来看我蹬鼻子上脸,就开始打我的脸,我一看着不行,所以,每次组织部举荐的干部名额,都是向真存荐药来的名单,每每举荐,必然会选拔上。 这就是现实,明白了吧?在北园围观,眯着眼比睁大了眼要舒服得多。 眯着眼,沙子不容易进去,眼睁得太大,容易眯眼。 耿部长这是在向我传授为观知道吗?受教了,你要真是受教了,就该老老实实去量成,别这么多的牢骚话,所谓咬人的狗不叫唤,叫唤的狗不咬人,就是这个道理,话操理不操。 耿杨生说道,这些道理,丁长生都懂,但是就是不想做一个任人拿捏的软面团,必须要展现出来自己的力量。 从组织不出来,走向自己的车的时候,远远地看到了何嘉胜的车驶了过来,看样子是刚刚从外面回来,不知道去哪里了,丁长生看都没看他的车,昂着头走了过去。 刚刚那个是不是丁长生?何嘉胜问真存剑道。 是他,要叫他吗?真存剑道。 人和车插肩而过,丁长生看都没看他的车,真存剑问这句话的时候,就知道何嘉胜是什么意思了,司机也懂得,就放慢了速度,直到车辆慢慢停下。 真存剑下车时,丁长生刚刚坐进了自己的车里,真存剑叫了一声他的名字,但是他装作没听见,发动汽车,掉头离开,远远地看到了真存剑站在车门旁,看着离开的丁长生的车,一脸的不可思议。 他走了,要不要打电话?真存剑问道。 何嘉胜摇摇头说道,不用了,通知一下,下午开常委会,在家的都到会,问问他来这里干什么了。 何嘉胜回到了办公室几分钟,真存剑就过来汇报说丁长生来组织部了,耿部长也过来汇报工作。 何书记,今天够冷的,你还出去试茶了? 耿阳生问道。 何嘉胜摁了一声,其实他是刚刚上班,这都要到十二点了,才从家里出来。 最近晚上老师睡不好,睡那么一两个小时就会惊醒,瞪着眼到天亮。 然后在天亮时迷迷糊糊能眯一会,也没人敢叫他,反正年底也没多少事情了。 刚刚丁长生来走了个程序,耿阳生说道。 他怎么说? 何嘉胜问道。 情绪不高,不想去梁城,我做了大量的工作,还是没说通,这怎么办? 耿阳生说道。 好了,你的任务到这里就完成了,剩下没你的事了。 何嘉胜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,仲华不同意,丁长生更不会同意。 但是这个脚屎棍在北原这么来回的搅和,早晚得把现在的大好局面给搅和没了。 何嘉胜感觉到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,可是还得撑下去,否则,自己要是没心气了,这些人很快就会被各个击破,没有一个人能像自己一样担大量。 耿阳生的工作就是一个上传下达的活,一个组织部长干到这个份上,也算是够窝囊的。 他说得对,不按照何嘉胜的意图来,干部名单就会被打回来。 可是按照何嘉胜的意图举荐的干部,将来要是出了事怎么办?何嘉胜会把这个责任都推给组织部,到那时耿阳生怎么交代? 问题是,现在的人,尤其是官场上的人,喜欢听好话,喜欢听别人的恭维,当然了,也喜欢凡事往好的方面想,至于坏的方面吗? 那就不用想了,不存在的。这个四家菜馆是丁长生选的,上次是叶乙军带他来过一次,很隐秘,但是菜还不错。 一般人还真是找不到这个地方来,所以约见郎君之在这个地方吃饭,说话方便,还不容易被人发现他们俩搅到一起去了,一举两得。 丁长生到了十分钟左右,郎君之也到了。我要了菊花茶,冰糖自己放,最近火气大,拜拜活。 丁长生说道,我随意,什么茶都行,不放糖,减肥呢?郎君之笑道。 丁长生到了杯茶给他递过去,郎君之两手接住,放到了桌面上,然后问道,省里这是什么意思啊?把你弄凉成去干嘛? 那地方,我爸一天骂三遍,恨不得早点拖出来,现在好了,你又掉到火坑里了。 省里的意思是,眼不见心不凡,我在省城爱他们眼了,所以,必须要把我踢出去,否则,他们这个年都过不肃静,就这么简单。 丁长生说道,这群人啊,早晚要出问题,不在省城也好。 那你跟我去梁城呗,在省里待着干嘛,去你爹的地盘试试,比在省城强多了吧? 丁长生说道,一句话让郎君之现了原形,他笑笑说道,别开玩笑了,我这身份到梁城能干啥? 还是待在省城好?是舍不得新娘子吧,我走之前,把他安排好了,还是在省厅,无论是谁担任省厅厅长,都没人敢动他,这是我也和省长打了招呼,所以,你该放心了。 丁长生说道,谢谢丁主任,下午还得上班,我就不喝酒了,以茶代酒。 嗯,关键时刻,还是不要喝酒了,以茶代酒吧。 丁长生也举杯和他碰了一下。 既然说到了林涛,俩个人又不喝酒,所以,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也就是了,免得待会再找话题比较麻烦。 说道林涛,君之,我想说一句,你管信不信,我和他真的没有任何的关系,我想你多虑了,你该相信他。 丁长生说道,郎君之的脸色一下子红了,说道,丁主任,你这是什么话,我一直都是很相信他的。 当然了,我也相信你,你的为人我知道,我从来没想过你和他会有什么事,真的。 面对郎君之的不诚实,丁长生不着急揭穿他,倒是想和他好好玩玩智力游戏。 所以,当他这么说的时候,丁长生突然来了这么一句,你虽然说相信我,也相信他,可是,我怎么感觉,你从内心里还是希望我和他发生了点什么,对吧? 我,郎君之一愣,想要说什么,但是被丁长生抬手制止了。 君之,这里没有别人,就只有你我两个大男人,咱们能不能说话直爽点? 抛弃我们现在的身份地位,心里是怎么想的?就怎么说?怎么样? 是个男人,就得有点男人的样子。怎么样?自己心里是怎么想的?就怎么说?谁要是不说心里话,谁就是王八蛋?怎么样? 丁长生上来,这一连串的逼问,让郎君之有些心慌意乱。 还是那句话,自己干了什么事,自己心里明白,就会担心自己干的那些事是不是被发现了。 自己该怎么解释,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上面之后,就真的在南极中经历修复自己的盔甲,就更加地容易被人击中。 你什么意思?说什么呢? 郎君之有些慌乱,但他是秘书,也是在这个圈里混了这么多年。 混到了这个位置,也不是简单人物,所以,开始时当然是极力否认了。 我说过,我来找你,当然是真诚地和你谈谈这事,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们能成为朋友,要是不肯承认自己做过的事,那就没意思了,至少证明你这个人不可交往。 丁长生说道,郎君之渐渐地冷静下来,看着丁长生,这时候菜上的差不多了,丁长生举起茶杯,又和他碰了一下,郎君之问道,你都知道什么了?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,其实这也没什么,只要是当事人不说出去,谁会知道这事? 归房之乐的是,只要是没出那个房间,你们做什么都是没人知道的。 但现在问题是,你用他的手机给我发那些东西,是为了让我上钩吧? 我很想知道你们两口子到底是什么意思。 丁长生问道,郎君之看向丁长生,眼皮剧烈地跳动了几下,他没想到林涛会把这事告诉丁长生。 这虽然很刺激,可是现在这个男人面对面的,就坐在自己面前。 郎君之还是觉得,简直是无地自容,可是他现在走也不是,不走也不是。 但是,丁长生还怀疑自己和林涛再给他下套,真的没什么意思,就是觉得这是挺刺激的。 郎君之实话时说道,君之,你要是拿我当朋友,就和我说句实话,你心里到底是咋想的? 你借用林涛的手机给我发那些东西,无非是希望我和他真的会发生点什么,对吧? 你想过没有,我要是没把持住,真的发生点什么,你会后悔吗? 丁长生问道,郎君之摇摇头,没支声,有些是做了事没有挽回的余地的,现在你可以走了,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。 林涛是个好女孩,我和她一点事情都没有,你一定要相信她。 丁长生说道,郎君之没有走,反而是镇定了下来,端起茶壶给丁长生倒了杯茶,看着她,说道,既然都说开了,那我也和你说句实话吧,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。 但是这种想法很久之前就有过,一直到和她领了正住在一起,这种念头就更强了。 其实你放心,我和她绝对不会给你挖什么坑,真的。 丁长生看看她,想问那句话,但是到底还是没问出来。 你知道,昨晚她和我说什么了吗? 郎君之问道,什么? 昨晚,我们在床上说起了你,她说,你要被调到梁城去了,要不是她父母都在省城,她也想调到梁城去。 要是别的男人听到这话,说不定会和她干一仗,可是我听了之后,反而是说不出来的兴奋,这是不是很奇怪? 郎君之说道,君之,听我的,去找个心理医生看看吧,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 还有,你告诉我,那些照片和视频,你是不是也给其他人看了? 丁长生问道,郎君之一愣,看向丁长生,问道,你怎么知道?都给谁看了? 丁长生问道,我把她发到了网上,在一些两性论坛里,她是最受欢迎的,不过她不知道,你还是不要告诉她了,不然非得和我拼命不可。 丁主任,我知道这不对,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,每个人都有缺点,在别人眼里,我有好的工作,还算是不错的架势,但是人的内心是没法用这些东西去衡量的,你知道吗? 我很想知道你和她在一起是什么样的。 说到这里,郎君之身体前倾,声音低沉,但是却有一种兴奋的神采从眼底传播出来。 所以,我和她做什么,你都不在乎了。 丁长生玩味地问道,郎君之眉之声,丁长生一直都在看着她,等待她的回答。 她想知道这个男人到底是真的有病,还是在给自己挖坑,要知道,此次自己要是去了梁城,那里可是她爹的地盘,要是能和郎君之有些私下的默契,也许自己在梁城会有更大的自由空间。 没关系,你说不说都无所谓,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 丁长生笑眯眯地说道。 说完,丁长生给她倒了杯茶,然后向她伸出了手。 面对丁长生伸过来的手,不像是要和自己握手,倒是像自己要什么东西。 什么? 郎君之问道,你不是什么都不在乎吗?把你家的钥匙给我,我今晚就去,怎么样? 丁长生问道。 郎君之此时才明白丁长生的意思,摇摇头,说道,我没钥匙。 没钥匙。 家里的门是电子门,输入密码就可以进去。 郎君之说道。 那密码是多少? 丁长生问道。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? 郎君之毫无力气地问道。 丁长生看看包厢的门口,然后起身走到了郎君之的身边,拍了拍她的肩膀, 然后弯腰在她的耳边,低声说了几句话,郎君之惊讶地看向丁长生,然后丁长生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 我说得没错吧,你也是多亏遇到了林涛,她没有揭发你,也没有要和你离婚。 但是你可要想清楚了,这种事可不是随便都可以的,你要是胁迫她和别的男人发生什么,你要好好想想后果,一旦她出来说出来这件事,你的一切就都毁了。 好在她对我不是很反感,你可以试一试。 丁长生说道。 就这么简单。 郎君之问道。 丁长生说道。 我有个条件。 我就说嘛,你不可能这么大方的。 说吧,什么条件? 郎君之问道。 很简单的是,等到我去了梁城,你最好是回去和你家老子打好招呼,我没打算在梁城酒呆。 干一段时间去哪儿也不知道,但是肯定不会在梁城那个鬼地方干下去,和你老子说清楚,别处处防着我,他想干什么继续干,就当没我这个市长就好。 当然了,出了事我也不会背黑过,就这么简单,可以做到吗? 丁长生问道。 就这么简单。 郎君之问道。 下午的常委会在常委不全的情况下还是召开了。 何家胜是迫不及待的要把丁长生在过年之前踢出北渊去,仿佛他在北渊多待一天都会有极大的危险,所以,急不可待。 这次的会议,只有这一个议题,就是关于人事任免的。 梁城市市长。 组织部推荐了省政府办公厅主任丁长生同志,开始的时候。 我认为,梁城市市长是个重要的位置,丁长生同志未必能胜任,但是组织部给了种种理由。 说是丁长生同志有基层工作的经验,放在梁城市长的位置上,比在省政府办公厅的位置上更能发挥作用。 何家胜坐在守卫,侃侃而谈。 对于这件事的始末,在座的没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可怕就可怕在任何人都知道事实,却没有一个人来揭穿这个谎言,组织部推荐的。 要是丁长生在这里,肯定有话说,但是他不在这里,所以他的命运注定不能自己掌握。 谁还有意见吗?仲华,你说一下。仲华本来不想说话的,因为此时自己说再多都是无济于事,可是既然你点名让我说,仲华也明白他的意思,那就是再给仲华一个机会,让仲华同意这项任命,这样的话,传出去自己也好看点。 最重要的是,他要让丁长生知道,仲华在常委会上也是同意这项决定的。 省委组织部长耿杨生听到刚刚何家胜的讲话,一点反应都没有,组织部替他背黑锅又不是第一次了,他以为这事就算是定下来了,没想到他还不死心,还要压迫着仲华也要表态,这不是惹事吗? 我还是那句话,也是一样的态度,省委决定丁长生去梁城市错误的,这个错误的决定,将来必定会为这个错误的决定付出代价,记录员,把我的话也记录上,我反对这个决定,这个决定与省政府还是梁城市,都毫无益处。 仲华不动声色地说道,这个时候发火早已没有任何用处,所以,还不如想想怎么才能把自己的火气发出来,让这些人也不好受,尤其是何家胜,自己作为省里的二把手,居然敢和一把手叫板。 也得让省里其他人明白,自己不是软柿子,别想着随便都可以捏,老子连何家胜都不怕,还会怕你们。 何家胜没想到仲华一点面子都不给他,在办公室说什么都无所谓,那是一个私密场合。 无论你怎么说,现在是以致辞,你给我面子,我也能给你面子,但是现在看来,自己还真是高看他了,还是年轻啊。 其他人还有意见吗? 何家胜问道,其他人没人之声,何家胜看向仲华,说道,仲华同志,你看,这个决定只有你一个人反对。 我认为吧,你在这件事上太自私了,丁长生同志是党员,是组织上的干部,组织需要他去啊,他就得去啊,这是工作的需要,哪能那么随意地这里那里的呢? 你说是吧,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做得不太好。 是吗? 我认为我做得没错,我把它留下也是为了工作,我是省长,是抓全省经济发展的。 丁长生协助的是我,有他在,我能把全省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得更好,他的协助作用更好,比把他放在良成为良成一个地方的发展要好得多。 仲华说道,何家胜虽然有些话也想说,但是明显在气势上不如气呼呼的仲华,他也不想再把事情闹大,有道是软刀子杀人才是本事。 所以,此时和他在这里吵,实在是没什么水平,接下来慢慢地给仲华社局,才是现在要做的。 下午丁长生还没回到办公室,就接到了车家河的电话,也是要见他。 看来这件事,大家都知道了。 丁长生急急火火地赶到了车家河的办公室,见到车家河时大吃一惊。 没想到车家河老了这么多,头发蓬乱,也不修蝙蝠,看起来显得很没精神。 车书记,找我有事? 丁长生问道,我打算明天把惹儿安葬了,今天晚上陪我去一趟殡仪馆吧,我没叫其他人,就我们自己家人,和他告个别,火化,明天入土为安。 车家河说道,好,没问题,我一定会到。 丁长生说道,做吧,你和惹儿的事,我一直都是反对的,可是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,我也只能是想起你来,平时他的那些朋友,现在没有一个身头的,都他妈是白眼狼。 车家河说道,很正常,这就是人性,你现在惹儿死了,没人再给他们带来利益,谁还会把他放心上? 我明白这个道理。丁长生说道,找到人了吗? 车家河问道,还在查,结果出来了,但是要比对是谁干的这事,还需要时间,周鸿奇早就退役了,这事他也是找关系去做,所以,暂时还不知道结果是什么。 但是无论是谁,我都会让对方付出代价。丁长生说道,付出代价还不行,一定要把背后的主谋找出来,我非得让他们生不如死。 车家河说道,主谋很好找,就是陈家兄弟,这还用找吗? 翁兰一在这件事上扮演的是什么角色,你想过吗?丁长生问道,车家河看向丁长生,说道,丁长生,你不要想着借刀杀人,没用,我知道你和陈家有救援,但是别想利用我去对付他们,我有我的底线,拿出来证据,我要的是证据。 证据会有的,陈焕山和柯北走得很近,翁兰一是牵线的,所以,他们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,只是他们不会说的,你要的证据,我早晚会给你,也许用不了多久就有了呢。 丁长生笑笑说道,车家河看着丁长生,说道,你很自信,这样的品质男人都该有,我等着你的证据,但是现在你被踢出北渊,你还有什么招美使出? 踢出北渊,呵呵,梁城离北渊不过三百公里而已,开车也没多大会,你们以为把我踢出去,这北渊就太平了。 丁长生问道,我劝你,既然现在是个机会离开省城,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下面好好干,即便是不想干,也不要再想着惹是生非,他们的耐心也是有限的,真的把他们惹毛了,说不定还会对付你。 蕊儿的事,我不会和他们算完,但是你要面对的人,你想不到他们有多强大。 车家河说道,丁长生说道,他们在强大,北渊,中北省也是在中国的地盘上,他们也是党领导下的中北省,不是谁家私有的。 他们要是真有胆子,那就放马过来,说不定就能早点揭开盖子了。 车家河看向丁长生,他没想到丁长生这么不识实物,本来他和丁长生之间也没多少交集。 他们之间的交集,一个是原始地产,一个是自己女儿车人,现在交集都没了,叫他来,也没想着对他好,只是他是自己女儿生前喜欢过的人,和他一起去送送他。 总比自己一个人,面对女儿冰冷的遗体,要好得多。 他们两人两辆车,一前一后去了殡仪馆,叶宜君早已等在那里了。 你怎么来了? 车家河问道,昨晚我听到你打电话了,所以在这里等了一天了,我没问你,是怕你不让我来。 不论怎么说,我也是他的后妈,总有这个资格吧。 叶宜君问道,走,进去吧。 车家河点点头,没再说什么,身后跟着丁长生,叶宜君回头看了一眼丁长生,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说什么,俩人都保持了沉默。 偌大的灵堂里,只有他们三个人,丁长生买了一束鲜红的玫瑰。 不论后来车蕊儿对他做了什么事,但是毕竟他们曾经有过那么一段难忘的经历,也没忘记自己是他唯一的男人。 所以,这一束沉甸甸的玫瑰花,车蕊儿受得起。 经过了化妆师的化妆,虽然他闭着眼,可是仪容依然很漂亮,丁长生站在那里。 一时间有些错觉,仿佛他只是睡着了,他并没有死,好像是他们在一起的某个早晨,醒来一扭脸就看到了这幅睡熟的脸庞。 车家河和叶宜君都已退到了一边,可是丁长生依然站在那里。 到了最后,他居然伸出手,慢慢地弯腰,蹲在了地上,将自己的脸和车蕊儿的脸贴在了一起,冰凉的感觉才让他明白,他是真的死了。 叶宜君见状,想要上前叫丁长生,可是被车家河拉住了。 车家河也没想到丁长生会做出这一幕,可是他内心欣慰。 尽管自己和女儿商量好了要怎么对付丁长生,可是还没来得及实施,他就香消玉云。 这个秘密他将烂在肚子里,让女儿的死成为丁长生心里一辈子的刺,他要他永远记住他。 慢慢一路走好,我们没做完的事,下辈子再做,我相信你一定会来找我的,不论什么时候,想我了就来找我,我去看你。 丁长生在车软的耳边轻声说道,最后,一个吻落在了他的脸颊上,慢慢站起来,退到了一旁。 工作人员来人把车软推走,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,意味着再见他的时候,他就是一捧灰了,所以,目送着他被推走的过程是最难过的时候。 这三人中,对车蕊儿感情最浅的叶宜君都忍不住哭出了声音,两个男人虽然一声不吭,可是身体的颤抖受过他们正在抽气。 周红旗的对面坐着的是一位身穿军装,坐得笔挺的现役军人,周红旗看着他,然后将一份材料推过去,说道,我父亲是周虎清,我哥哥是周红军,我叫周红旗。 你把事情说清楚是怎么回事,保留军籍,五年内不许出外勤,这是他们的结论,我觉得是好的了,但是我对我哥的建议是,开除军籍,送军事法庭,一个把枪口对准自己同胞的人,还配为军人。 我只是执行命令,我不知道对方是谁,我只是执行任务。 谁给你的任务?说出来,或许少判几年,否则,杀人的罪名你跑不了,我哥不听我的建议不要紧,我也是军队出来的,我知道去哪里,找谁反应这事,我一定会把这事捅出去,让你无立足之地,除了监狱。 周红旗说得简单,但是这话的分量极重。 我不能说,不说是坐牢,说了,就活不了,这就是我的态度,你可以去反应,我坐好坐牢的准备了。 你,周红旗对这样的人还真是毫无办法,但是在内心里佩服他的职业素养。 在等待骨灰的过程中,丁长生接到了周红旗的电话。 人找到了,但是死活不说是谁指使的,宋军是法庭是肯定的了,所以,这条线我帮不了你了,你自己想办法吧。 周红旗说道。 我明白了,谢谢。 我们之间还需要说这两个字吗? 春节期间要是没事的话,来家里一趟吧,老爷子想你了,你我这不清不楚的,但是老爷子心里明白得很,所以,别让他有陪了女儿又啥也得不到的思想,好吧。 周红旗问道。 好,我一定去。 丁长生说道。 那就好,过几天我要回京城了,我打算开车回去,路上拐弯去看看你。 算了吧,那时候我可能不在北原了,我们还是直接去京城见吧,开车路上不安全。 我怕你忙得去不了,这是第二套方案。 周红旗说道。 我说了去,就一定会去,放心吧,我这边还在忙,晚点再联系吧。 丁长生说道。 嗯,保重身体。 回到了休息室,车家和目光呆滞地等在那里,叶宜君在他的旁边坐着,丁长生实话时说道。 人找到了,但是死活不说是谁指使的,宁肯上军事法庭都不说。 这里面是什么情况? 你比我清楚吧? 这条线是断了。 但是翁兰伊这条线一定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晚点我会去找翁兰伊问清楚,他和陈焕山走得这么近,不可能不知道这里面的内情。 车家和从呆滞的神情中恢复过来,说道,一报还一报,听说陈汉秋死了。 本来丁长生是不想让车家和把车软的骨灰带回家的,叶宜君也有这个意思。 可是他执意要把骨灰带回家,谁也阻止不了他。 无奈,丁长生只能是跟着他们一起回到了省委家属院。 行了,你先走吧,我想单独待一会,明天上午十点,到这里来见我,我们一起把他安葬了。 剩下就没你的事了,我接到的消息,你得在年前复任,这个年你是别想再省城过了。 车家和对丁长生说道,他们还真是迫不及待啊。 丁长生说道,没错,迫不及待的要把你踢出去。 车家和把自己关在了书房里,桌子上摆着的是车轮的骨灰盒,此时的他,终于可以把门关上,老泪纵横地好好哭一场了。 一个鲜活的生命从眼前消失只需要一瞬间的事情,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这个盒子里的一捧灰也等不了太久。 如果,如果有如果,这一切都可能不会发生。 天色暗了下来,丁长生的车开得很慢,后面不时传来嘀嘀声,然后车被超越。 肯定还带有几声谩骂,按照车家和的说法,自己很快就得去上任,那么在走之前,如果还有点时间的话,那就要用在最要紧的事情上。 翁蓝衣依然看着巨星公司的账目,虽然不着急,可是她想尽快把账目捋清,可是无论自己怎么捋清,这里面的亏空依然是巨大的,整整一千万美元的账目对不起来。 会计说,这些钱的去向她也不知道,是车蕊儿让她这么做的,可是现在车蕊儿死了,死无对证,那一千万美元去哪了,被车家私吞了。 翁总,下面来了个人要见你,叫丁长生。 秘书会报道,他,他怎么找到这里来了?让他上来吧。 翁蓝衣说道,丁长生进门时,翁蓝衣早已把桌子上的账目都放回了橱柜里。 翁总在办公吗?这么晚了还不回去,让我好一顿找啊,去了齐王府,你不在,去了你家里,你还是不在。 我想你可能在这里,果然,在下面看到你的车了。 丁长生说道,想见我,打个电话不就完了,还非得到处找我,不知道的,还以为我跑路了呢。 翁蓝衣给丁长生倒了杯清水。 刚刚接手,还不太熟,是吧? 丁长生问道。 是不太熟,账目混乱,这些年都是车褶儿在管理,但是一塌糊涂,我到现在还没理出头绪来。 翁蓝衣说道,所以他们看着车褶儿不是这块料,早就想换它了,可惜的是它不识食物,死活站着这个地方不走。 这不,终于还是被换掉了吧,还灭了口,事关车褶儿的一切事都没人知道了,这个方法真是太好了。 翁总,你不怕将来他们也会这么对付你吗? 毕竟,巨星公司背后做了多少事,没人知道,只有你们这些领导层才知道。 你想想,多可怕。 丁长生胡说八道道,找我有事。 翁蓝衣没理会他这些话,问道。 嗯,是有些事,我刚刚从殡仪馆回来,车褶儿今天火化了,一个好生生的人,虽然不是国色天香,至少也是活色生香,可惜了,就这么香香玉芸了。 丁长生说道,如果你累了,就回去休息吧,等哪天有时间了,再来找我谈,我现在还有事。 很显然,翁蓝衣不想听这些。 丁长生抬手制止了他下面的话,说道,我就几句话,说完就走。 这里的一切都是车褶儿用过的,沙发,椅子,甚至是办公桌,这个办公桌,给我的印象最深,因为我两个在这张桌子上坐过,够了。 丁主任,现在请你出去,不然我叫保安了,给大家一点面子好吧。 翁蓝衣指着门口说道,丁长生停下了话头,笑笑,慢慢走向门口,但是在经过翁蓝衣身边时,让人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。 丁长生一甩手,一个巴掌打在了翁蓝衣的脸上,用了多大的力气他不知道,但是翁蓝衣被一巴掌打得倒在了地上,这倒是真的。 丁长生坐回了沙发,然后一脚踩在翁蓝衣的月胸部,翁蓝衣这回才反应过来,一手捂着脸,想要起来,可是被丁长生踩住了,难以挣扎。 我知道,车褶儿的死,我负主要责任,要不是我不识食物,肯定就不会有这件事的发生。 我放过陈汉秋,陈幻山也不会想起要和我死活过不去,对吧,这些我都知道,那是过去的事了,没有后悔药可吃,可是现在,后悔药你可以吃。 我想知道,你和陈幻山到底是怎么设计我的,车褶儿是不是也知道这件事?你老公柯北是不是知道这事? 丁长生问道,我,我真的不知道,你放开我,我要憋死了,你。 是吗?你现在也知道死的滋味不好受了,对吧,那你想过车褶儿吗? 丁长生问道,翁兰依的嘴角有血,是丁长生那一巴掌打的,现在她的头发披散着,看向丁长生,眼神里都是愤恨。 你知道我是谁,你这么对我,是不想在北渊混了是吧? 翁兰依问道,你的消息太落后了,我本来也是打算不在北渊混了,你还不知道吗? 我已经不是省政府办公厅主任了,他们把我给开了,也对,你肯定不知道,一定是忙着接手据新公司的这些钱了。 丁长生笑笑,说道,那你去哪?翁兰依一愣,问道,出国,不想在国内混了,这次走了,我就不打算回来了。 所以,今晚,北渊的一些遗留事情,我都要解决掉,私人飞机在机场等着了,该解决的事,都要处理完,该解决的人,也要处理掉,不然的话,出了国就不方便再回来了,你是第一个。 接下来还有不少其他人,这一回,黄泉路上,你们不会再寂寞了,没分完的钱,可以留在黄泉路上继续分,这个主意不错吧。 丁长生凝笑着问道,所以,我现在就是把你宰了,等到他们发现的时候,我也早已离境了,你们在国外存的那些钱,说不定都是我的了,你说你,还有啥可和我叫板的,我就问你一句话,山里的事,你到底知道多少? 丁长生问道,你,你先让我起来。 翁兰伊几次都想坐起来,可是丁长生的脚一点都没放松,对他的蹂躏,他根本就动不了。 丁长生松开了脚,翁兰伊挣扎着坐起来,向后退了退,然后椅在了沙发上,可是眼睛的愤恨一点都没减少。 对他来说,他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罪,也从来没人敢打他一下,从小到大,没人敢染指他一个手指头。 可是现在被丁长生打了不说,还在威胁自己。 你们两口子和陈幻山联系这么紧密,我就不信你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,或者说你假装不知道,我和车蕊儿回到了别墅后,那两个人就围了上来。 要不是老子的人发现得早,恐怕我现在和车蕊儿一样,早就变成灰了。 丁长生说道,翁兰伊现在是有口难辩,不知道该怎么说,可是丁长生说的也没错。 这一切都是自己安排的,要说出了事,自己一句不知道就推了,也不大现实。 其实那两个杀手,我早已派人找到了,但是死活不开口,谁指使他们的?到底是谁? 就是不说,宁死不说,可怕吧? 我相信,如果是你妨碍了他们的计划,你也一样被拔掉。 丁长生说道, 我和陈幻山谈的都是陈汉秋的案子和我在江都的那块地,以及贷款的问题,现在好了,都被你搅和了,我什么都干不成了,现在我和陈幻山根本没有任何的联系了。 你还要我怎样?我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你知道吗? 翁兰姨几乎是要歇斯底里地叫喊了,她的主要目的还是想把人叫来。 当然了,丁长生是不会给她这个机会的,弯腰,弓身,一脚踹在她的胸口,说道, 没有我的批准,再敢大喊大叫一声,你试试,我现在就拧断你的脖子,然后去找科北算账。 翁兰姨摇摇头,擦拭了一把眼泪,说道,你爱找谁找谁,反正这是我真的不知道,你就算是把我杀了,我也是不知道。 丁长生点点头,说道,把你杀了。 太简单了,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好主意,现在北原冷得很,明早就可以到泰国普及岛了,那里现在温暖如春,很舒服,我打算把你一起带走, 然后卖给东南亚最大的红灯去,不带走你,我怎么把你在海外的那些钱拿到手呢?我今晚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这个。 翁兰姨这才知道,丁长生真的不是那么简单,自己以前真是低估他了。 当听到丁长生的打算时,他除了相信,就是恐慌,说道,不要,我不要跟你走,我真的不知道你要知道的那些事,我发誓。 可是丁长生不会再给他机会了,于是上前,一巴掌砍在他的后颈上,翁兰姨摇摇晃晃地倒在了地毯上。 出了房间,走廊里已经没有人在了,丁长生在大楼里转了一圈,除了办公室还有人在值班等着翁兰姨之外,其他都没有人了。 丁长生端起桌子上的凉茶,一口喷在了翁兰姨的脸上,翁兰姨悠悠醒来,慢慢睁开眼,看着天花板和周围的设施,才明白自己还在办公室里没有离开,刚刚想叫喊,却看到了丁长生魔鬼般的脸。 你想怎么样?翁兰姨问道,给办公室的人打个电话,就说今晚你要在这里彻夜工作,不回去了,让他们都下班吧,然后我们再谈谈下面的事,你只要是答应我一件事,我对你就不会有任何的伤害,相反,我们还可以友好的合作。 丁长生说道,翁兰姨拿起电话,开始拨打号码,丁长生的手按在电话上,说道,你要是敢耍花招,你活不到他们来救你。 翁兰姨点点头,我知道,办公室的人没有多想,更何况他们也是心领神会,刚刚来了个男的,老板就说要彻夜加班,那不是很明白地告诉他们,你们不要在这里碍事了,该滚蛋滚蛋。 所以,当这个大楼里的灯光只剩下了翁兰姨办公室里时,翁兰姨也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。 他有理由相信,丁长生不会做他说的那些事,那都是流氓做的,他不是,他相信他的智商和情商没这么低。 从我在胡州时,陈家兄弟就和我过不去,各种设计,光是想杀我就不是头一次了,不过这一次是最危险的。 所以,今晚我们俩的谈话,只限于你我知道,你老公也不能知道。 更何况,你老公知道的事,未必也会告诉你,陈幻山要是想和你们合作。 在山里埋伏杀手这事,你不知道,你老公也不知道。 这就是陈幻山的人品问题了,你想想,是不是这个道理? 丁长生问道,你想说什么? 翁兰姨喝了口水,说道,我想说,如果山里的事你真的不知道的话,我们俩就可能都被设计了。 另外,我在别墅里出事时,你的人反应太慢了,是想等着我被干掉吗? 丁长生问道,翁兰姨双手挥手示意,不是这样的。 我的人除了几根电棍之外,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。 他们听到枪响,谁也不敢靠近,毕竟谁都是肉掌的。 里面又不是他们至亲的人,他们才不会舍命呢。 丁长生看着翁兰姨的眼神,确定山里的事,他可能确实不知道,或许是真的被人算计了。 除了陈幻山之外,算计他们的人还有谁呢? 巨星公司的事,我知道的不多,但是也不少,在这个楼的地下室里,有些事你知道吗? 丁长生问道,什么事? 是,车蕊儿告诉我说,这个公司的员工为了得到一大笔收入,可以在地下室里玩真人秀,你还不知道这是吗? 翁兰姨茫然地摇摇头,说道,我刚刚接手,公司的账目一塌糊涂,很多地方都对不起来,我还在查。 还是先说说陈家兄弟吧,你给我出个主意,怎么才能让这两个人消失? 丁长生问道,翁兰姨摇摇头,说道, 我不知道,你别问我这些,我真的不知道,我在江都砸下了巨资买了那块地,现在没钱投资,就在那里荒废着,这边买地也是贷款,我现在是焦头烂额了,根本没心思考虑其他的事。 丁长生问言笑笑,说道,所以,你就很高兴地接手了巨星公司,你现在告诉我说,公司的账目一塌糊涂,然后从巨星公司账户抽走一些钱,弥补你的亏空。 把这笔烂账算在车轮的头上,谁也说不出什么来,对吧? 翁兰姨文言,心神俱阵,他没想到丁长生会知道这件事,的确,他就是打的这个主意。 他接手巨星公司的第一件事,就是把自己的会计调了过来,然后把原来的会计解聘了。 你胡说,巨星公司是什么公司,你也明白,我怎么可能,翁兰姨想要解释,但是被丁长生抬手制止了。 你做得太急了,你要是稳一点,还可以瞒过去,你解聘了这里的会计师,可是也没必要杀了他吧? 就在下午,巨星公司的会计在街上出了车祸,被一辆车撞死了,死无对证,这就做得太明显了。 虽然你很适合尔虞我诈,可是还不适合这种道上的事情,你找的人找错了,那个人正好是我认识的。 丁长生说道,翁兰姨的眼睛睁得很大,好像是看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,丁长生接着说道, 你现在除了和我合作,你想想,还有其他的渠道吗? 翁兰姨嘴唇有些发抖,问道,你还知道什么? 我还知道什么? 嗯,我想想,我还知道,当年为了吞下宇文家的家产,你家老爷子与何家胜达成了一项协议,紧密合作,要不然,宇文家怎么会这么快就完蛋? 临一道怎么会偷鸡不成十把米,帮助你们吞了宇文家,却没得到什么好处? 还被你们赶出了中北省,我说得没错吧? 丁长生笑笑,问道,这些事情,除了当事人之外,外人不可能知道,丁长生现在知道得这么清楚,那就意味着一件事,他们内部已经有人背叛了大家。 今晚的夜,还很长,你是打算把一切都老老实实地告诉我,还是让我动手逼着你来说? 你想知道什么? 该说的我都说了,不该说的我也说了,你还想知道什么? 翁兰一问道,我还想知道什么? 丁长生昂起头,看着天花板,说道,我也不知道我想知道什么,不过这里是车软的办公室,他也算是冤死的,不知道会不会回来看看,走吧。 我带你去里面,看看他休息的地方,说不定你会想起来什么事情呢? 有些事情,虽然过去的久了,所以回忆起来不是那么简单,我也不想,我问什么,你答什么? 我要的是你,对我彻底坦白,我知道的太多,我怕我告诉你,这些之后吓死你,再说了,知道这些事的人不是死,就是这个圈里的人,你合不和我合作,也成为这个圈里的人。 那你想知道神,我都会告诉你,这多好。 翁兰一说道,丁长生不理他那一套,他拖着他进了洗手间,他在前,丁长生在后,把他压在了洗手台上,但是却抓住他的头发,让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 你以为你这个圈子还能维持多久? 丁长生问道,我不知道能维持多久,但是人活在世界上,谁能知道, 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,所以,我无所谓,在这个世界上,我该享受的都享受了,该玩的也玩了,该吃的也吃了,你就算是现在把我杀了,我也赚了。 翁兰一突然间强硬起来,语气里再也没有了祈求。 像他这样的女人,见过太多的大师面了,世家子弟,商界女强人,什么场面没见过。 所以,到目前为止,丁长生这一套,也就暂时能唬住他一时,要想唬住他一世,断断是不可能的。 所以,丁长生也明白,对待非常之人,只能是利用非常的手段,就是现在。 镜子里的翁兰一,倔强地昂着头,虽然双手撑住了洗手台,这样可以给自己一点空间,可是却不能挣脱。 我讨厌女人,和我讨价还价,所以,我让你看着自己是怎么死的。 于是,丁长生的手扼住了她的脖子,渐渐用力。 当然了,丁长生不会杀她,在丁长生的计划里,翁兰一现在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,本来这个角色是要车蕊儿扮演的。 可惜的是,车蕊儿死了,既然她死了,就得再找一个人顶上。 如果说北渊官场上的那些人是北渊真相的锅盖,那么,巨星公司就是这个锅盖上的把手。 只要是把握住锅盖的把手,想要什么时候揭开这个盖子,那就是自己说了算了。 巧合的是,翁兰一居然会接手这个公司,这让丁长生有了新的计划。 原本丁长生从来不想染指翁兰一这个女人,一个车蕊儿就够了,可是现在不得已。 当一个人被掐住了脖子之后,就能体会到,平时呼吸这件看起来从来不是事情的事情变得再难得不过了。 每一丝的氧气都是救命的良药,可是就这样,在一面镜子面前,自己被扼住了脖子。 氧气再难进入,慢慢地,眼前发黑,直到毫无知觉。 丁长生掌控着力道和速度,所以,等到这一切都完成后,从外面的办公桌上拿来了胶带。 把他的双臂从后面捆住,双腿向后弯曲,跪在地板上,然后从大腿开始,一直绑到脚踝。 这样,除了跪着,他再难站起来,然后将他抱到了洗手间的淋浴间里。 为了怕他窒息和溺亡,所以嘴巴还流着,流着说话和求饶,以免真的被呛死了。 丁长生看看头顶的水龙头,然后打开了旋钮,冰凉的水直流而下,浇在了翁兰依的身上。 今晚的游戏正式开始了。 咳嗨嗨,翁兰依先是剧烈地咳嗽,然后才慢慢地醒了过来,然后透过迷蒙的水屋,看到了尖笑的丁长生。 虽然屋里有暖气,但是冰凉的水很快把屋里和翁兰依身上的热量带走了。 由开始的活着的激动慢慢就变成了对现实的绝望,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腿和胳膊都不能动,就剩下了嘴还能说话。 求你,求你别,我说,你想要知道什么,我都说。 丁长生慢慢走进洗澡间,把冷水的水龙头关掉,然后靠近了他,蹲下来,问道,你还记得宇文灵芝吗? 丁长生的一句话把他的思绪拉了回来,从冰冷的水汽里拉了回来。 你,你说什么? 翁兰依问道,我问你,你还记得有个叫宇文灵芝的女人吗? 我见过他,他说,你们曾经是闺蜜,但是却被你害得要多惨有多惨,你还记得这个人吗? 丁长生问道,你见过他? 他在哪? 丁长生摇摇头,说道,你现在有问我的权利吗? 我现在问你什么,你最好是回答什么,否则的话,你可能还会被水浇。 翁兰依点点头,说道,我记得,我记得,他在哪,我要见他,我真的不是故意的,我当初也是因为被人逼迫才。 翁总,这样给自己求情的话,就不要说了,你说得再多,你想我会信你吗? 现在,你爸站着宇文家的酒店,日进斗金,你说你和他是好闺蜜,当年你对他做了什么事,你都忘了吗? 丁长生问道,翁兰依渐渐地明白了,抬头看向丁长生,说道,我懂了,我懂了。 你懂什么了?丁长生点了支烟,笑笑,问道,人人都认为你是仲华的人,都以为你来北渊就是为了仲华,可是谁都没想到你来北渊是为了宇文家,对吧? 前段时间,我听说宇文家的管家严培公来过北渊,但是被追到了江都就失踪了,从此再无音讯,相传是你把人就走了,可是当初谁都不信这事,也没人再提这事。 毕竟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,没想到宇文家找到了你,宇文灵芝还真是厉害。 宇文家向来有利用男人城市的传统,因为宇文家这几十年来都是阴盛阳衰。 所以,女人不出马,谁出马? 我说得对吧? 翁兰伊问道,丁长生再次拧开了冷水开关,让冷水倾斜直下,把它再次包裹在冷水里,这一次他学乖了。 知道求饶了,一边是瑟瑟发抖,一边是凄厉地求饶。 几分钟后,丁长生再次关掉了水,问道,知道规矩了吗? 我问你答,你要是再抢答,这一次冷水会一直浇到天亮。 翁兰伊点点头,再不敢说半个字。 接下来的问答就很顺利了,丁长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。 而翁兰伊而已,学会了怎么才能让自己少受罪,所以,两人的配合很是默契。 我很冷,我怕会感冒,饶了我吧,你要知道的我都说了,你还要怎么样? 翁兰伊问道,丁长生看着他,再次开始了冷水浇灌,他要让他知道,谁才是谁的控制者,在自己面前,没他说话的份。 这一次的浇灌,纯粹是为了让他长记性,所以,时间不是很长,但是足以产生震慑力。 你有情人吗?丁长生问道。 翁兰伊抬起头看向丁长生,不解他的问题。 我是说,除了柯北之外,你还有其他的男人吗? 丁长生问道。 翁兰伊摇摇头,表示了否认,然后丁长生继续问道,你知道柯北有其他女人吗? 翁兰伊依旧是摇头,他现在不敢轻易地回答问题,生怕哪句话说错了,然后被他惩罚,但是却在自己的内心里,暗暗发誓,只要是自己能活着出去,一定会让他碎尸万端。 保证让他后悔,今天所做的一切,还有宇文灵芝那个贱人,看来一定是做了丁长生的情人。 他这才这么舍命为他做事,宇文家的女人,真是不一般啊。 那你知道啥?就知道赚钱了,赚那么多钱干什么呢? 丁长生再次拧开了开关,翁兰伊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了,于是刚刚想抗议,可是发现,留下来的水是热水, 真是冰火两重天,在热水的浇灌下,他的身体开始慢慢复苏,于是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。 你已经知道了你想知道的,你还不走,现在几点了?你不是要去机场吗? 翁兰伊问道,走?往哪里走?我在这里干得好好的,我干嘛要走? 丁长生问道,翁兰伊一下子愣了,这些话可是刚刚丁长生才说过的,可是这一会的功夫就不认账了,那自己岂不是被耍了? 在翁兰伊疑惑的瞬间,丁长生把他从地上提了起来,然后用浴巾包好,擦干了水,直接扔到了车润的大床上,他在床上颠了一下,差点滚下去。 丁长生走过去,抚摸着他的湿漉漉的长发,问道,你前几天说的话,还算数吗? 什么话?你一直叫我弟弟,是不是要认我当干弟弟?丁长生问道,这是翁兰伊听到的,最可能让自己脱身的一句话了,于是连忙点头答应道,算话,当然算话,我认你当干弟弟,你认我当干姐姐好不好?我们是姐弟了,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姐姐呢?把我放开吧,求你了,弟弟。 翁兰伊开始装可怜像,丁长生笑了笑,把手机从兜里掏出来,然后放在了桌子的支架上,打开了视频录像,并且开始脱自己的衣服,翁兰伊一下子就明白他要干什么了,于是开始求饶道,弟弟,你不能做这种事,求你了,别伤害我好不好,你要什么姐姐都给你去办。